朋友们好啊 2021年的12月20号 星期一 我们继续说国史 我们继续倾听 毛主席在重游井冈山的时候的思考 那么我们上一节说到 毛主席送这个张平化 陪他上山的湖南的 这些领导人们下山 这个十号毛主席跟张平化 关于包产盗户 说了那样一番深刻 清醒伟大的话 那穿透历史的认知 让我们时隔 五十多年 五十六年 今天独来依旧 这个震聋发聩 当然了 这个呢我们要 感谢邓小平 没有邓小平 七八年之后的这个倒行逆施 开历史的倒车 让中国的 这列社会主义的列车 离开了既定的轨道 在资本主义的 并且是最坏的资本旅的路上 一路狂奔 没有这四十年的血泪 我们也不见得 在今天读到毛主席这样的 五十六年前的这番话的时候 有如此痛彻的 这种感悟 领悟 王正说 毛主席比他们看了 多看了五十年 五百年也不止吧 但是 从我们当下此时 六五年到现在 五十六年 毛主席确实吧 哈哈 早看了五十年 嗯 只有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 这些邪类史上 这些中国的工农的邪类史上 我们 才在那 窥探 扼腕 并且呢 又一次的 抬头仰望北斗星 高山扬指 啊 毛主席的伟大 穿越时空 嗯 是啊 所以他才伟大呀 哈哈哈哈 那么呢 今天我说这个 一起来 读这个 前奏的第九节 啊 第九章吧 啊 叫毛泽东 崇尚井冈山 强调的真理 和传统 是这个非常重要 这一节啊 这非常重要 其实他里面伴随着的 都是毛主席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他不在井冈山上 有这样的谈话 或者说不再 没有这样的思考 那也就没有 一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 啊 啊 那么 说井冈山斗争 是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啊 这这小节的标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张平化 下山的当天 说下午两点左右 这个刘俊秀啊 王卓超啊 等等江西省的领导人们 在井冈山宾馆 然后呢 这个 接到了汪东兴的这个传话 说主席请你们到 他那房间去 然后接着昨天的话题呢 再聊一聊 再谈一谈 啊 你像这样的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江西省的领导人 嗯 作为拥有井冈山这样的一座 革命之山 这样天下第一山的这样的省份领导人 何其有幸 你像黑龙江领导人 什么时候听到过毛主席这样的 语众心肠的谈话呀 啊 这么透彻的 嗯 哪有啊 吉林辽宁 哈哈 是吧 哎 所以两个人拔腿就跑 哈哈 去赶紧去115 那么毛主席呢 开门见山的就跟他们说 说你们几个呀 都是江西老表 那我们就说了 说这个 这个这个 上次我们说了吗 毛主席跟刘军秀回忆起来了 当年的这个 江西苏区的岁月 刘军秀那时候 怎么样跑 咱们家家 蹭吃蹭喝 跟毛主席在那 这个讨要革命的道理 嗯 那么上次我们就是一个开头 讲了整整一截 啊 啊 是 所以大家说 要有这本书的话呢 啊 这个这个 你们不要觉得诧异啊 我这 我要是从头是尾 就干嘛嘛的读的话呢 可能你们也就不听了 自己把我书去读就 成了 哈哈 啊 那么 刘俊秀 啊 王卓超 那么当年呢 这都是 参与了 或者参与了 井冈山的斗争 或者参与了 这个江西苏区的 这个斗争的 老革命了 也都是老革命 嗯 那么 毛主席啊 这个后来说到 这个 这 当年的这个 毛主席就很自然就浮想联翩 想起了当年刘君秀和王卓超的那些个战友 那些个小战友们 那些革命的先驱们 毛主席很有感慨 他说昨天散步回来想了很多 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步 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 不少革命先烈都牺牲了 他们是一批有信仰 有报复的年轻人 接着就开始讲 一个个的如鼠价珍 他说秋收起的总指挥卢德明 一个很好的同志 有智慧能吃苦 在文家市决定进军路线的这个会上 说这个卢德明是最坚定的支持了毛主席的这个提议 上山 上山 向罗桥山脉 这个转移 那么可以说当年你想 做秋收起的总指挥 卢德明当年这个意见 或者说他这一票有多么的重要 有多么的重要 再一个呢 秋收起这个队伍组成当年不也说了吗 除了农军呢 安援路况的一些人之外啊什么的 主体还有什么呢 就武汉警卫团 卢德明武汉警卫团 团长 所以他那个时候呢 真正的那正规军的 要按国军序列数的话 这正规军呢 所以卢德明那个时候 你看其他的起义的人可能都是 这个一身农民装扮的或什么 大不了扎一个红领巾 你像卢德明这样的人 他们带队伍出来的参加了秋收起 他们一定都是那种国民革命军当年的那头 那头行头啊 是不是啊 大盖帽啊 大盖帽啊 什么的 这种 所以他们的出身 他们的这个在秋收起义中的地位 他们的在战争岁月里面 因为他们是科班出身 他们是正规军出身 所以呢 他们在秋收起义整个这个序列里面 他们应该说地位就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卢德明又是他们中间的领头人 又是秋收起义的总指挥 所以讲卢德明当时的意见有多重要啊 对于毛主席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这个提议的通过 那可以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毛主席接着就说 毛主席说 但是没想到 他支持了我了 结果开始转移之后 在卢西打了一仗就牺牲了 卢西啊 这个我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在旁边我还做了批注 我就忽发联想 卢西卢西啊 这个卢德明牺牲地啊 卢西 嗯 所以毛主席当年卢德明牺牲的时候 知道卢德明牺牲了 毛主席那时候真是痛失悬梁的感觉 这个呢 不光是一些影视剧有个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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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一个一个 还原当年的一个场景 嗯 很多回忆呢 也都说 毛主席当年就是 卢德明牺牲之后对毛主席来说的打击非常之大啊 非常之大 嗯 那毛主席说完了这个卢德明牺牲之后又说起了何亭英 这都是井冈山斗争早期极其重要的人物 毛主席说31团的党代表 何亭英 原来是上海大学的大学生 嗯 呃 北伐的时候就在警卫团啊 任连党代表啊 三弯改编 任第一团的党代表 很年轻 这个何亭英是1905年出生 嗯 啊 那么 后来也都牺牲了 啊 也都牺牲了 所以呢 看着刘俊秀 看着王卓超 啊 毛主席那时候应该说什么 应该说是 这个 像过电影一样啊 曾经的38年前的战斗的岁月 那说到何亭英之后呢 毛主席又 就就就就就 把这话题又展开了 他说27年12月份的时候 中央开了一个扩大的会议 撤销了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27年12月份 就毛主席在井冈山上啊 坚持斗争的时候 中央开了一个扩大会议 是撤销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还给湖南省委来了一封信 说毛泽东政治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撤销他的前委书记的职务 但那个时候呢 你想啊 那个消息传递啊 那现在不可想象是不是啊 那极其不灵通 就像就像谣言传播谣言一样 反正就是 哎 你这三分谣言传到后来的时候 可能就变成十分百分了 夸张 修改 等等啊 这个最后呢 就是说这个传到井冈山上 这个这个中央的这个决定 传到井冈山上 传到井冈山上的时候已经成了什么 说开除毛泽东党籍了已经 共产党中央说的是开除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结果都成了他们开除党籍的传到这 那么毛主席说说井冈山的同志都火了 不服气 为我打抱不平 要向中央打报告 我劝他们不要写 撤职就撤职呗 是不是啊 没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真的是被开除了党籍的话 我也要干共产党 你就不让我做共产党员 我也要干共产党的事 这就是毛主席 这就是 我们的毛主席啊 和叛徒们的区别 几十年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叛徒们是什么呢 是挂着共产党的招牌 干着反共产党的事 毛主席说你就把我党籍开除了 我也还要干共产党的事 那么毛主席说 井冈山同志听了我的话之后 很认真的说 开除了你党籍了 你就不能当党代表了 但咱们是共产党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那你当师长还可以啊 毛主席很有感慨 就跟这个在场的这个 这个这个汪东兴啊 刘俊秀和汪卓超 他们就说说你要看 你们说啊 当年井冈山的同志们对我好不好啊 嗯 那么毛主席接着说说 28年的上月三月的上旬 湖南省委派周鲁 到龙市 他是个书呆子 说这里烧杀不厉害 传达了中央文件 撤销了前委和前委书记 成立了师委 由这个何廷颖 就方才说了何廷颖 由何廷颖当师委书记 我当了师长 我连师委委员都不是 因为误传说他被开出党籍了 那师委委员都不是 说但每次师委开会 都请我参加 并认真听取我的意见 你们说井冈山的同志 对我好不好啊 毛主席又第二次 发出了这样的问 啊啊 井冈山同志们对我好不好 其实说何廷颖 何廷颖是师委书记 但是开会 从来都是要请 这个连 说连党员都不是的 这个师长 这个毛师长 去盗会参加 那么呢 王卓超后来就回 说毛主席讲完这段话以后 你喝了一口水 汪龙青就给他点了一盒烟 毛主席继续就说 说28年两次下山 接南昌起义的队伍 毛主席那个时候 两次下山接 毛泽谭派出去了 不是不是 这个何昌公派出 他派出去了 知道有这么多人马 在湘南 啊 湘南暴动啊 什么搞了一把刺什么 就希望能够找到他们 这边派出的是何昌公 朱德陈毅那边呢 也知道说这个北面 有一个顶上山 罗销山 上面呢 有这个毛泽东 带领了一少人马 说在那有块根据地 但怎么找怎么联络 哎 毛 朱德那边也派了一个人 出去联络 派的是谁呢 派的就是毛主席的小弟弟 啊 毛泽谭 嗯 毛主席是 哎 毛主席是最喜欢的 这个小弟弟 毛主席两个弟弟啊 毛泽民呢 从小 受他爸爸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他爸爸 毛主席的爸爸呢 绝对是农民中的天才 啊 那当年在韶山冲 在香香 那把生意做到什么程度啊 把那你的生意做到什么程度 富甲一方啊 那时候写字就是钱啊 那个时候啊 毛泽民从小就跟他爸 在一起的时候多受他爸爸影响大 所以毛泽民后来就成为天才的这个理财家 啊 在苏区的时候你说财政银行啊 那毛泽民搞这道东西 那确实是 这大家胜手啊 那时候 嗯 你想江西苏区那时候二十多个县 什么都没有 除了在农产品之外啊 还有点污矿 而这些东西必须还跟外面跟国统区怎么搞贸易 然后呢 怎么样把这个钱弄进来 然后支持整个苏区的军事斗争 那你想 这 这个 啊 就像他妈的右派后来说毛泽民不懂经济一样 啊 你干脆说毛泽民的大弟弟毛泽民也不懂经济就得了 嗯 那个时候啊 你想这是什么样的那样的经济的奇才 就在那样的一个艰难控苦的这个 这个环境下 啊 然后呢 支撑起十多万的军队 和二十多个县的这个 最多的时候二十多个县的整个 这个中华苏外共和国范围之内的 这个国际民生 嗯 那不得了 啊 但是呢 毛主席最喜欢的还是谁呢 也可能就是年龄差距比较大 是不是啊 大弟弟都理所当然 是不是啊 这个小弟弟毛泽谭 毛主席是最喜欢的 毛泽谭不仅是招而喜欢的 毛泽谭聪明伶俐 啊 毛泽谭长得也帅啊 然后这个又很有个性啊 这个所以其实毛主席对他有的时候就是人家那个时候的中国你想二十一百年前的中国 嗯 那个时候的中国还都是是不是啊这个这个父亲要是不在的话那长兄为父啊 是不是啊 那爸爸要是去世了之后呢家里大哥呢就是父亲家那还了得在家里头一言九弟啊 你说那时候这个说毛泽谭我们说毛泽谭多么伟大这是我们这是一万年都不否认的东西 但你说毛泽谭那时候骨子里就没有这个当年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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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中国社会的那那那那那这方面的这个家庭文化 他一点都没有嘛那这这也不现实那也不现实 毛主席那时候也有家长制的作风就在首先是在家里是有这个家长制的作风是不是 后来不是这个在苏区的说说那个毛泽谭有事跟那个跟跟他跟他大哥跟毛泽谭争论吗 毛泽谭动手就打着了 真打着 毛泽谭又为了躲他打就跑一边打一边跑一边说共产党不是毛泽谭 不是毛教宗词那意思就是你得民主你不能是你大哥你是大哥然后呢你不由分说你不讲道理有理不讲然后你就打我 但是毛主席打是打那打是亲真是打是亲马帅毛主席是非常喜欢他这个小弟弟 当年呢毛主席回家闹革命把弟弟妹妹们都带出来还有个堂妹们带出来到长沙了 他就说什么让这个小弟一定要读书继续读书上学啊那等于毛主席攻的他那就是那个时候 毛泽谭的后来在中国革命这个在江西出区啊什么的后来做到师长啊什么各方面当然他还是毛主席最 最走备运的时候啊最走备运鬼都不上门的时候 毛邓毛谢谷啊 邓呢就是让邓小平吃了大半辈子的老本的这个邓小平 哈哈因为当年他是毛派 邓毛谢谷的毛就是毛泽谭 所以后来毛泽谷后来红军长城被留下了之后后来又牺牲了 啊非常非常之可惜啊真的是非常可惜 还有可惜的就是 他牺牲了他牺牲了二十年之后啊不是十多年之后三四年牺牲三五年牺牲 四五年十十一年之后 嗯 毛泽谭的儿子毛楚雄 啊这毛泽谭和周文庸 不是那个谁和那个那个那个周周周周 是周文庸啊 这个不是不是不是网友那个 不好意思啊 啊 毛楚雄的母亲那个那个 不好意思啊 哈哈哈我我我刷周 我在评论里把他加上去啊一下就网着 这个年龄不饶人啊 哈哈哈哈 嗯 毛楚雄 最后呢 这个在湖南 在湖南的老家后来 王震带领南下支队三五九领南下支队 一直打到韶关吧打到越北后来 抗山人物结束了他就往回往北边返路湖南的时候就把这毛泽谭给接上 就王水雄家就就就就当了八路 结果后来 中原突围的时候出去谈判 派他们几个出去 最后没人活埋了 才17岁 才17岁 哎呀 是啊 所以 你想这个六五年的时候 毛泽谭那时候这个提起这个 这个 两次下山去接南昌起义的队伍 他说 我想他脑子里都换换换化过 他 那么喜欢的弟弟 还有他自己的侧子 还有他自己的侧子 啊 啊 这个会师广场 龙江书院啊 这些个地方 那些故事才出来啊 才有了洪四军 嗯 毛泽谭说 这个两次下山 近南昌起义的队伍 他都是以毛使长的名义去的 哈哈哈哈 毛泽谭后来不是开去玩笑 我说行吧 跨上伯克枪 然后师长 建军长 毛泽谭当师长 朱德他说 军长 哈哈哈哈 嗯 洪四军成立以后 六月份的 二八年六月份恢复了前委 然后毛主席再重新担任了前委书记 嗯 那时候就是 这个就辟了 说不是开除党籍 毛泽东还是党员 并且还是中央委员 只是把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给他撤了 嗯 所以毛主席又做了前委书记 那么呢 这个何亭颖呢 就做了洪四军的军委委员 做了第十一师的党代表 兼三十一团的党代表 那七月份的毛主席率领 这个带兵下山去迎 去迎这二十八团 那时候这个 嗯 二十八团就是朱德 跟毛主席会师之后 啊 朱德这个二十八 边 二十八团 二十八团是南昌起义的 这个 这个 余部 那就是最有战斗力的 啊 二十八团 整个红四军中最有战斗力的 啊 这个 团长 王尔卓 下面营连长 一批这个 黄浦生 啊 然后他们当年是真正的是 南昌起义的时候 参加南昌 南昌起义 他们那时候是二十五师的 啊 二十五师的 啊 很多人都参加过北伐 都很多老兵友子 哈哈哈哈 嗯 八月份 何天影从陈义安 还有朱云青 率领不到一个营的兵力 打赢了敌人的五国团 就是 黄云界保卫战吧 嗯 这个 剩两发炮弹 啊 最危急的说 剩两发炮弹 那个迫击炮 还没用过那迫击炮 还有两发炮 他说打一发 哈哈 结果打了 就是 忠心开花 最后 一位大部队回来 那敌人就撤了 那就撤了 就截了井冈山之围 黄云界上 炮生龙 用湖南话 毛主席的话说 叫黄云该上 炮生龙 嗯 后来呢 何天影就调职了 二十八团做党代表 和二十八团的团长 林彪做大党 那个时候呢 二十八团团长 已经林彪了 就是王尔卓那时候 已经牺牲了 嗯 已经牺牲了 二九年的一月份 在大雨打了一仗 何天影就受伤了 那后来就牺牲了 这个何天影 上海大学的大学生 然后呢 始终做党务工作 在洪思英创立之初 在 都是在这个 非常非常核心 和重要的岗位上 魏革命 那真是做了大贡献 但是 你想啊 都是青年才俊 受伤 就牺牲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又引出了二十八团团长 原来林彪的前任的王尔卓 王尔卓 红四军成立的时候 王尔卓的时候 是四军的参谋长 兼二十八团的团长 王尔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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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埔一期的 徐向前 胡宗南 这些人的这个 杜玉明 这是黄埔同学 这倒是 王尔卓就是黄埔一期 南昌起义的时候 是叶挺 那个叶挺部队 十一军 七十四团的参谋长 说王尔卓 入党很早 有勇有毛啊 在部队中 非常有威信 这个 话说当年 说那时候景岗山 景岗山那时候 你看 毛主席上山之前的时候 我估计中高山家 谁都不知道有景岗山 毛主席这边上了山了 独树一帜 打起了这个 景岗山 根据地的这一面红旗 开启了这个 中国中共的独立领导的 第一支 这个武装 然后呢 又开辟了 中共的第一块 农村革命根据地 开启了这个 农村暴雨城市 最后夺取城市的 中国革命道路的 第一步 那么呢 这个景岗山 当时在中国党内 就出了名了 是不是 那么 共产党中央在上海 是不是 那天天就潜伏着 是不是 过街老鼠一样 那么 朝不保夕的 但是呢 不误什么呢 不误他们 这景岗山的这个 遥致 和指导 不是 你怎么没指导 没出什么好主意 是不是 竟出 搜主意了 但是呢 不单 他往景岗山这边 派什么 钦差大 钦差大臣呢 是不是 党中央 就体现出领导了 所以那时候周鲁走了 之后来了 袁德生 后来又来了 杜修京 就这些人 当时把景岗山都 豁豁都够抢了 那个时候 六月份的时候 带回了一个省委的决议 要部队全部开到 湘南去 这景岗山 地面太小了 这地面怎么能 打开什么局面 你要让他们下山 要让他们 打到湘南去 毛主席呢 当时在永新 召开了联系会议 最后呢 这个会议的 做出的决定 是不去湘南 抗旨不尊呢 不去湘南 要用红色武装 保卫景岗山根据地 然后呢 六月中旬 二十八团 二十九团 攻克了延陵县的县城以后 没经得起 这个当时的这个代表 啊 钦差大臣 杜修京 杜修京 杜修京那时候 是代表这个湘南省委来 这个杜修京 在说 延陵县城打下来之后 就一通 侧动和鼓噪 就带着二十八团 二十九团 就 执行这湘南省委 到湘南去的 这个决议了 那毛主席在有心听说以后 知道这个 这这这这这这这 哎呀 这这这 大难快临头啊 都做出决定了 去湘南就是死路 是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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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行动 毛主席赶紧写信 要阻止他们 但是没阻止住 七月下旬 然后二十八团 二十九团 竟然打 称州 啊 称州的就是 比现场要大一点的 是吧 啊 称州 先一开始呢 打了一下 小胜仗 到后来就败了 二十九团 全部打垮了 二十九团 是怎么构成的 二十九团 是朱德 上山的时候 带着了 两部分 一个是南昌集的渔部 第二个呢 第二支 第二部分 这个武装 就是当 林 朱德 在 离开了 这个这个 范师生 之后 他搞了 湘南暴动 主要的 主体就是 宜张的农民 那一开始 最多说六七千人 差不多 啊 这个 主要是农军 啊 搞湘南暴动 宜张农民 这个 林彪 后来非常得力的那个助手啊 就是五三年的时候 后来自杀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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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光 我说国史里面有陈光 大家感兴趣的 可以往回翻一翻看一看 嗯 陈光 就是宜张 农民 就是参加 湘南暴动 以陈光 开始了 他的革命生涯 啊 那么 二十九团 因为主体 是宜张的 这个农民 农军 所以呢 就是 为什么打完了 延林县城以后 这个 杜修京 就能够 把这班 做通他们的工作 把二十八团 二十九团都给 拉走去 到湘南去 因为湘南嘛 就是 二十九团 很多是老家 老家都在那 家在那 可能很多老子孩子 还都在家里的 还都在宜张 所以他 这么一呼 大家思想心切 就跟着走了呀 最后呢 怎么样 他们到那之后 陈州打败了之后 这二十九团 最后不是打垮了 二十九团 后呢 就全 整个这团 基本上 坐鸟 鸟兽散了 一看 到家了 说 隔 隔 隔什么命 隔命啊 都他跑了 二十九团 最后 整个架子都垮了 就都垮了 那么 王主席看阻止不了了 知道他们这个这个 开忧 王主席带着三十一团 一个营就去 迎接他们去 在贵宗就碰见了 二十八团 林彪带着一个营 就碰见了 然后呢 最后会师会 会合了之后 决定 怎么都败了 败了 赶紧回去吧 回井冈山 在返回井冈山的途中 二十八团 二营的营长 袁宠全 和党代表 叛变 团长王尔卓 听说 他们叛变了 带着队伍 带着枪 走了 要投敌去 这王尔卓 就就就就 就就 就过去追 王尔卓和 王尔卓的团长 他这二营这个营长 袁宠全呢 跟王尔卓 他们是黄埔一期的同学呀 平时说感情不错 关系不错 王尔卓想都没想 估计老中学一时糊涂吧 他就觉得我 我过去都把他们弄回了 王尔卓几乎就是 一点防备没有 就过去 这这这这 劝这个 袁宠全 就追上 追上了之后呢 这个 这个团长来了 是不是 那很多士兵一看就 觉得不对了 跟着营 营长走 营长说是到这去 结果说团长来团长说的不一样 那很多人就很自然 官大一级 是不是 那个时候很多官兵的脑子里还有 是不是 上机 比天大 团长 那得听团长 这袁宠全一看 这个王尔卓来了 王尔卓一讲话 大家就都 就就一喊话 大家就很自然 就回到他的腔下了 这袁宠全一看不得了 这样 叛变也不成啊 是不是 我求过前途也求不了了 出来之后 趁着王尔卓 王尔卓 趁他不备 掏枪就把王尔卓给打死 这个打死 然后自己带着几个人就跑 最后他真就投敌了 就投到这个 这个国民党部队那个 刘士义那个部下 投到这儿去 这个 王尔卓 说完这段事以后 王尔卓非常沉痛 也非常有感慨 你想啊 你说袁宠全 赢长 跟他自己的团长 还是黄埔的同学 平时关系又很 很好 就这样 为了讨一个个人的 所谓的前程 竟然他妈的 吓得了 这样的黑手 打这样的黑枪 所以王尔卓非常沉痛 也非常感慨 王尔卓说 关键的时刻 敌人是没有人情味的 残酷的很 那王尔卓说 那当时的二十八团 这个第一营的营长是林彪 第三营的营长是萧进 然后呢 说林彪比较会打仗 就是这样 就把林彪 提不到团长的位置 接替了这个 牺牲了的王尔卓 这就是林彪 红四军 会师成立红四军之后 林彪 遇上了他今生的 导师 就是马主席 马主席在井岸山 刚会师的时候 不是有那个故事吗 跟朱德两个人 朱德那意思 你看看我们正规军 那意思就是领毛主席 简约简约 看看我们正规军 跟毛主席在那 红四军在那操练各部门 各部什么 跟毛主席就 就就就就就就 在那 看一看 林老远 看前面有 有有那么一哨 一个牌吧 差不多吧 哈哈 几十号人吧 站得整整齐齐 一个精气神 不得了 然后呢 这个前面站一娃娃 一小白脸娃娃 就小嗓子 飞成尖 湖北枪 这段说 这个军阀 那个军阀 有枪就有地盘 这个我们红军有枪 红军也能做天下 这毛主席听完之后 就觉得 这这还 这不得了 这小孩谁啊 这小孩是不是 白白尽静的 这大道理 说的这么透 这么通俗易懂 这和我那个 这个红色歌坠的 这个这个理论 这不完全契合吗 是不是 嗯 枪杆子里面 出政权吗 这不就是 啊 红军有枪 红军也能做天下 这小林彪 讲话就是小林彪 哈哈 就一下就 跃入了 毛主席的眼帘 然后记录到 毛主席的心 是不是 然后呢 这林彪 从此 这个林彪 他 辉煌 灿烂的人生 啊 也就开始了 所以林彪 连长当营长 营长当团长 啊 这都是毛主席 啊 可以说就是毛主席 亲手提拔的 啊 就开始栽培这个林彪 一路下来 成就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师生的佳话 嗯 我们今天就 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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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